鸡马,你好 你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 你好 说真的,我决定不了去成都还是去香港旅行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我对成都有一些了解 但是不了解香港 我记得你姐姐在香港留学 她一定跟你说过香港的情况吧? 是啊,她跟我说过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首先,这个城市的面积大约是1000平方公里 很有趣 成都的面积大约是15000平方公里 香港竟然没有成都大 就是这样 那么,成都的人口可能比香港的多 是的,但是区别不太大 听说香港的人口一年比一年增加得快 你说得很对,我姐姐跟我说过 香港是中西文化聚合的城市 哇,你详细说说 在香港,走在路上 你会发现一条马路上 一边有中国传统的小吃店 一边有英式的酒吧 香港还有麦当劳 成都呢 成都是中国传统餐饮的城市 西市餐饮在这个城市 没有在香港那么受欢迎 公保鸡丁和夫妻废片 是最有名的风味菜 成都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成都又被称作是天府之国 成都还是大熊猫的产地 好极了 我想看看熊猫 熊猫的样子又可爱又可笑 肥肥的身体,短短的腿 你跟我一起去旅行吧 谢谢你的邀请 我考虑考虑,然后跟你说 好吧,你一决定就给我打电话 记住生词 запомните новые слова 可爱 милый 发生 возникать, появляться 商量 посоветоваться 成都 город Чэньду провинция Сучуань 公保鸡丁 Цыпленок гунбао блюда сычуанской кухни из мяса цыпленка с арахисом и перцем чили fuqi fépi салат из свиного языка желудка и огурца сычуанским перцем funwoi местное блюдо 天府之国 земля изобилия райский уголок образное название города Чэньду 权地 место рождения